好 來 觀眾朋友如果說到1號的 1號這張牌呢 登登登登 沒關係我們看牌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爆米花 這張是聖杯山 聖杯 耶 怎樣 你們是怎樣 聖杯 聖杯啊 人家還沒有解欸 高興什麼欸 聖杯山 聖杯耶 是聖杯耶 他是 好開心喔 桃花爛漫追求者很多 這張是八十分 八十分不錯不錯很高喔 恭喜恭喜 如果說呢你選到這一張牌呢 接下來的半年喔 有朋友約你出去 要幫你介紹新的男生 要去相親 有什麼課可以去上 然後有什麼工作機會 可以遇到新的朋友 你就好好的去認識人家約你吃飯 去唱歌你就去 盡量去 你就會遇到呢很多新的朋友 那這些人有很多人會喜歡你 追求你 對你表達好感 但是呢你就不要急 這個時候你要好好的認識一下 看看這個人呢 適不適合你多孝教朋友 然後了解彼此的個性 觀察 好 恭喜 恭喜所有選一號的朋友 不是要結婚了嗎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我們現在來看四 四號是誰選到 甜甜 還有詹子晴 還有紫晴 觀眾朋友你選到的是四號 加油加油 綠綠的 這一張牌呢是寶劍王子 這個寶劍王子 這個寶劍王子做的是一個 有王子 欸 他做一個斬的動作 帶劍 要做一個 有寶劍 砍斷 砍斷 砍斷桃花 砍斷連結 砍斷 來這個呢叫做 斬斷糾纏 才能夠迎向新戀情 這也不錯 不錯 不錯啊 不錯啊 可是這是要提醒你 你要多一些事情 不錯 要做一些抉擇 要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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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有心 紫晴 要斬 好準 甜甜也是啊 好 老師我們請 請 來 這個呢寶劍王子 就是代表啊 你現在有一些勾勾笛的 前男友啊 前女友 或是你現在交往的對象 其實對你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兩個人呢可能觀念不合啊 有負擔的感覺 兩個女人要淚灑我們攝影師 相處得不好啊 然後一天吵架啊 然後他又管你管得很多啊 然後觀念不合 然後一天到晚 都有一些口角 很成就嗎 所以呢 你就覺得相處起來很煩 所以你如果要有新戀情 你就必須要斬斷舊的 才有新的 OK 所以這半年最重要的事情 對你而言就是 就是要斬 就是要斬 斬 不好就不要留了嘛 沒有意義對不對 還好沒選到 盡量斬 我們現在來看三號 三號是 那我選到三號對不對 三號是我 我本來也選三號 後來也改了 來選到三號呢 這張的是聖杯王子 聖杯王子 聖杯王子這張是 潑塑迷離 小心陷入羅生門 這是一張的 就是一張的 這張迷離 瞧面 三角齊提 無形的 無形的 然後呢 劈腿啦 戶外情啦 然後對方要騙你的錢的啦 選到這張牌呢 你要非常注意 你最近所喜歡的人 他要不是結婚了 然後有男朋友的 要不然他就只是想要跟你玩玩 要不然就是對你有其他的目的的 或者是 他其實呢 同時多段在進行 然後他不是只有針對你一個人而已 所以選到這張牌呢 你要非常非常的會見展情絲 如果你覺得那個人真的不適合的話 你真的要砍斷 去指金宮找菩薩 像冠儀這樣子 遇到爛桃花的 就是你不知道怎麼擺脫他的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一個小小的方法 你去買一株仙人掌 你想著他的臉 你觀想一個畫面 他在前方 然後你跟他是面對面的 然後你就觀想那個仙人掌 是在你們兩個人中間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如果說你選到的是二號 三號的選到 那 蔡老師選到二號 應該是大豪 來 這一張牌呢 選多漂亮的是愛人牌 這個是愛神敲門 戀愛就在不遠處 這一張是浴海很好 等一下 戀愛就在不遠處 而且你們選一樣耶 不遠處 不遠處 在一起 在一起 我們完全沒有在意蔡老師的感受 選到這張 蔡老師講推通告話 選到這張牌齁 你最近自己會有一種 很想要談戀愛的感覺 最近有一點 那你可能呢 也會有一個對象呢 你是覺得很喜歡 那對方可能也會給你一些暗示 這個時候你可以積極主動 然後多表示一點 然後約他去吃飯 然後陪他出去玩 或者是跟他聊聊啊 然後喝喝咖啡啊 很快就會有機會 能夠在一起 很快就會有機會 能夠在一起 好 接下來 謝謝 你的字好小 這是什麼 你要對我們講 我盡量精簡一點好不好 因為有流年桃花 好 所以每一個月生的人 他的流年 對 農曆有對到的話 請舉手一下吧 農曆一月生的是健康桃花 是 你一定要健康的生理才有桃花 或是你之前百病殘生 那今年來說有健康 才有追求愛情的慾望 這是這整年嘛 整年對 農曆七月生的 代表長輩桃花 經過姑姑婆婆奶奶嬸生 介紹的一定要勇於參加 唉唷 農曆二月生的 農曆二月生的 誰 有農曆二月 子妻小優都是 閉準好不好 叫做 財富桃花 因為有錢專賣自己有桃花 或因為有桃花而賺到錢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就是 有錢專賣自己更多桃花 或因為有愛人而給你錢花 喔 互相的 先懂得花錢犒賞自己 真的假的 真的很準喔 好 那這個八月份 農曆八月份的 農曆桃花 叫做 藉由畫畫雕刻美術休閒 去假休閒爭把桃花 可是你說那件事我都不做的 所以現在買什麼 假裝看畫啊 游泳啦 騎馬啦 打高爾夫啦 之類的 就比較戶外的 農曆九月生的 叫做田宅桃花 就是 把家裡面風水調乾乾淨淨的 窗明激淨的 或因為有桃花 而有房地產 或別人買房子給你 或藉由這個 裝扮家裡面 裝修飾 而再來田宅桃花 其次 農曆三月生的 這個厲害了 叫子女桃花 這代表性愛的意思 藉由 炒飯 來提升桃花 但我們是以正規的愛情為原則 了解吧 那也代表 因為 懷孕而結婚 都有可能 其實農曆四月生的 叫做被動桃花 農曆四月生的 追求者 比去年比前年多了 自己嚇一跳 怎麼隨便到個場所 電話啦 Email啦 邀請函啦 太多了 就叫被動桃花 農曆十月生的 職場桃花 耶 不會吧 你對我 關上去 那種啦 對 就是職場桃花 什麼叫職場 老師你要講清楚啊 就是在職場上 人氣向上大大的提升 耶 欣賞者眾 或同事或朋友 都非常欣賞 農曆十月生的 叫做奴樸桃花 靠部署 靠自己的晚輩 學弟學妹 威逼利誘 逼他介紹 還有這樣 農曆五月生的 叫做兄弟桃花 靠兄弟姊妹 表兄弟 表姊妹 堂姊妹 來做一個同學 同班同學的一個引劍 來加分 最後剩兩個了 農曆六月生的 叫主動桃花 如果你喜歡一個男生 或喜歡一個女生 你發現他是農曆六月生的 他在這年當中 他本身這個人 會像 發春的 狗狗一樣 這樣 這樣清楚吧 有一點可怕 以前不看你正眼 今年他任何人都在看 叫主動桃花 主動桃花 但我們就有一隻真正發生的狗狗 是在十二月 納豆本身農曆十二月 他是怎樣 叫做外地桃花 你要去外地 納豆假借到外地拍外景 找喜歡的人一起去 或約他在那邊 因為他們出去玩 日本咩 對 你們有帶誰去日本嗎 那 誰啊 誰啊 帶誰啊 我們都一直碰到了 或是移民 遊學在外的 或在外工作出差的 都會有一個叫做異地 外地桃花 暗示性的 譬如說你喜歡的女的 我想出去 關島 關島十天三夜 你要不要跟我去 他願意跟你去 就表示願意跟你睡在一起 喔 哇塞 好 好 好 最後呢 蔡老師 現代靈媒的透視景息 讓女藝人們的愛情 赤裸呈現啦 接下來 就讓我們的現代靈媒 蔡老師 來看透女藝人的桃花運勢吧 最後呢 蔡老師 看她們的桃花狀況 那像小甜甜的話 她的部分 其實她的桃花圓很多 就是男生緣分非常多 非常多 但是呢 要真正的好的桃花 如果你 如果要結婚的話 那記得 一定要把你的居家 居家那一張床整理乾淨 然後在床 在風水上面 把你家的 舊的男人的東西丟掉 丟掉 用成一張榴 LIN 留著 留很多吧 對 這種東西真的要丟掉 都留很多 對 你舊的不丟 你舊的不丟 找來新的 所以這樣子才會有好的新的來 斷開斷開 這樣子的所有的緣分重新再來過 不然它會跟 為什麼有人說 這個跟前一個是一樣的狀況 這個劈腿 下一個還是劈腿 那其他機會 子晴呢 那就是看你自己的一個運功 因為你自己本身運功是非常的 現在非常旺 但是呢 你大概到32歲你就結束 那如果結束 結束生命 結束就是他會結婚了 會有好的姻緣了 結果 對 這是好的 32歲哦 對 他會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非常的好 好棒 好幸福 你幾歲都講出來了 那冠儀的部分 冠儀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獨立性非常強 太準了 那所以 所以在婚姻或是感情方面的話 你的自主性非常好 非常高 所以在如果要招桃花 你自己的意念上面 第一個也是把男朋友的 前男友的東西要丟掉 再來就是 因為你比較帶了小三的氣 所以這個是前世累世下來的 你可以在不好的桃花上面 如果說像這個 如果我們講的葫蘆上面 這個是抑制你 比方說 我們不喜歡的男生 他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 一直纏著你 那我們把這個男孩子的名字 生成 寫在紅紙上面 塞進去 塞在裡面 或者是綁在這裡 那你的另外一端呢 另外一端是你哦 你自己的生成 跟你自己的一個八字 綁在另外一端的紅紙 和紅繩上面 這 同一條紅繩 然後等到七天之後 剪斷 這個男生就自動消失 小優她自己 因為她活潑可愛喔 但是呢 在琴棺上面自己要注意 因為妳是古代宮廷裡面的侍女 所以妳要登基 對 上輩子也這麼苦嗎 所以要登基 當然妳想要當皇后娘娘 所以需要一些智慧 那我會建議說 如果說在家裡擺正的時候 大家看一般都是會中間也是擺一顆 大的圓形的粉金 粉金 但是這個是紫色的 以我們來講的話 一看磁場 紫色代表的是智慧 智慧 那妳也可以在中間 這個是金柱 它不是金球 它的力量強大 所以妳要在這個部分加強 像妳這部分 因為妳會傷心 會難過 會這一方面沮喪時間會比較長 需要很多的智慧 對 所以我要多唸點書嗎 還是 多添加自己的一些 豐富的一些智慧 會比較好 然後中間 這方面的辨識 對 這方面中間放紫巾 其實女孩子這樣子會引來 會比較好 有智慧的 那格調比較高的異性朋友 感覺就很迷人 就是自我提升了之後 本來的臉上就變比較好 紫水肌 老師 那我們這邊這一位呢 這個壓軸的 這個比較嚴重 這個 因為納豆 它非常的真誠 所以它自己呢 本身 因為我看到它的 動物靈會比較多一點 動物靈 可以打 可以打 你是親戚嗎 你是出生的意思 你是貓神 所以它的 它是放逐在這個草原 草原上的小動物 所以它來這一世 它是來 來 來玩樂的 所以它是非常悠悠自在 所以女孩子 如果要跟納豆親近的時候 請你記得 那它呢 純粹是一個好玩 活在當下的一個 悠久的 不負責任 天啊 它是動物 其實這件事 它這輩子有可能會結婚嗎 它這輩子是人嘛 它已經投胎為人了 所以它不再是動物靈 但是動物靈在裡面的 你是說 你是可能是羊鯨啊 龜鯨之類的 龜鯨 不如肯定說去吃 你是個鯨耶 但最後我想也是 的確單身也是有單身的好 我覺得就是享受人生 活在當下 不管有沒有桃花 我們都要珍惜現在 是 對你的這個身邊 其實因為 其實這個世界上 不是只有談戀愛這件事情 是非你還有家人還有朋友 是 對身邊周遭的人每一個好一點 你自然而然有一個更好的人生 OK 謝謝所有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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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們愛情救命了 OK 加油 眾人看到目瞪口呆 天啊 天啊 好像互不一樣 這是一般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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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漢堡 用手 等一下 真的變成一條河